人这一生当中 在获得最终的至高成就之前 难免会经历几次大起大落 能在这些低谷中熬过来 必然能一飞冲天 若是没能熬过 那自然就半途而废 知名主持人曾国成 深受观众喜爱 也不是会透过社交平台 和网友分享近况 曾国成近日 吴玉景贴出一张兴奋到模糊的照片 同框进取歌后彭家慧 并召告天下这件事 曾国成前段时间 在深夜九十五十三分 突然于社交平台脸书发文 提到今天吼嗨桑终于 可以跟我的老乡 系列彭家慧共进晚餐 同时曾国成也贴出一张合照 从图中可以看到 右边的曾国成大笑到模糊 而左边的彭家慧 则是以一身知性打扮亮相 随小也洋溢着笑意 曾国成还在文中写道 我没什么要说的 就是照告天下 明天他的演唱会要开麦咯 最后更不忘贴出彭家慧 25周年高雄演唱会的售票连结 号召大家一起参加彭家慧的演唱会 进取歌后彭家慧 将于23年7月22日前进高雄巨大 举办25周年演唱会 门票在最近中午12时 于宽宏售票开卖 演唱会届时 不仅会编排专属歌单 还预告将邀请重量级天王 担任嘉宾 精彩可期 早些年的时候 主持人曾国成 曾因投资失败 惨赔千万 让他誓言不再乱搞 主要将重心放在主持工作上 专心做好擅长的演艺工作 其他投资一概不碰 而当时除了主持节目 他还有戏剧演出 餐厅经营等副业 各方面加起来 能让他月入大几百万 单单主持收入一年 就有2400万之多 善为精打细算的他 更到处都可以看到 有他代言的房地产广告 而他身为代言人 也用低于市场的价钱 买下位于内湖区的豪宅 值得一提的是 出道后他曾住在台北县的公寓 后来在内湖买下 3000多万的 偷天错与爸妈同住 而被他视为大哥的徐乃玲 则住在他附近的 5000多万豪宅内 也因装潢富丽堂皇 被称为七星级豪宅 令曾国成羡慕不已 而再不久后 曾国成以房子没电梯 不方便为由 也买了5000多万的豪宅 没想到这次 又实现三级跳 大手笔换了亿万大豪宅 当时他说是 因为小孩都念小学了 所以换个比较大的房子 而且之前的豪宅也没卖掉 说那是起家错 绝对不能卖 之前曾国成疑似 因为休息不够 免疫力下降 自曝洗澡时 在脖子左侧摸到 如弹珠大小的囊肿 之后赶紧赴医院检查 曾国成原以为是 肩颈酸痛导致 但医生诊断应该是 免疫力下降的发炎反应 于是让他决定调整生活习惯 早睡觉多休息 曾国成也透露 经常睡不到五个小时 就得起床开工 虽然之后好一段时间里 还是能摸得到硬块 但医师仍评估不需要开刀 会自己慢慢消掉 只要搭配治疗 并调整睡眠时间好好休息 加强代谢就能痊愈 其实曾国成病史很长 他半夜会起来好几次 连他的太太都嫌他吵 提到自己身体状况 他说当初发现患有 社护腺肥大时 不知病症轻重 一度担心到肠造症疾复发 经过了解才缓解肠造症状 尽管他社护腺肥大问题 还未恶化到需要吃药开刀 但他听说吃药可以治疗 所以就先试着看医生吃药 之后试情况再做那些 不得不做的小手术 有记者曾爆出曾国成的老婆 刘燕玲在宝石节内 议会儿子羽球教练 他一身身色休闲服打扮 提着一大袋东西离开华视电视台 结束天才冲冲冲节目六项工作 曾国成当天为驾驶 借给老婆和羽球教练开的宝石节跑车 独自搭上出租车离去 曾国成戴着时尚精品手表 在出租车内评明讲手机联络事情 边熟门熟路的跟司机暴露 移动到仁爱路园环旁的上海菜餐厅 春深石斧下车 曾国成抱着一大袋伴手礼 走进地下室牵起厅包厢 感叹参加世新大学校友团感恩餐会 与同川好友们把酒言欢话家常 身旁还未见结获16五年的空姐老婆刘燕玲陪伴 近30分钟后 小曾国成8岁的澳洲华侨空姐老婆刘燕玲 风韵油纯的穿着 气氛直条纹长裤 一身时尚居家 秋仙副穿搭 脚踩名牌拖鞋 肩背时尚精品包 将保时捷跑车停在 屋外平面停车场后 提着半手礼纸袋 走进餐厅下楼 找曾国成会合 有别于先前与儿子羽袖教练车内约会 逛街时穿着短裤 热裤的性感打扮 曾国成与空姐老婆刘燕玲 在餐厅包厢内并肩而坐 曾国成餐桌前摆着一支红酒 随时鼓虫与世新校友们 举杯酗酒 直到晚间9点半 餐厅打烊时间 一行人还意犹未尽地 继续把酒言欢 酒憨耳热的曾国成 才和老婆各自提着好几袋打包食物 带队上楼不出包厢 而46岁的刘燕玲 可谓保养得宜 依旧风韵有存地维持着万妙身材曲线 曾国成则宇 大家在门口集合正对 发挥他主持成才 与世新校友们来断离别前的感性演说 结束三个多小时的同学聚餐 随后 曾国成与老婆向三五好友们挥手道别 一同提着食物 走去餐厅平面停车场取车 刘燕玲坐上驾驶座 将保时捷开出停车场 让曾国成上车 之后去车驾驶 载着老公快速返回内户的豪宅 继续返家培养夫妻感情 过去的曾国成一度说 被小妻或花心 也透露了37岁那一年 为何突然结束单身 曾国成形容 过程就像野马遇上训兽师 太太刘燕玲小她8岁 原本是澳洲华侨 一次回台湾玩 与长辈餐蓄儿碰面 曾国成说 当下太太入席 虽然风尘仆仆 她却一见钟情 第二次再见面 就巧妙安排对方见了曾家父母 该是震惊了整个眼圈 大家一开始都不看好这段婚姻 但这一段不被看好的婚姻 走过11个年头后 竟有了大转变 曾国成心态开始转变 不但变得爱家爱妻 甚至手中的节目也越变越多 身价也瞬间暴涨 婚后 曾国成的收入全数交由老婆处理 她找一心在外打拼 虽然小两口偶尔 会因为金钱的理念不合争吵 但妻子每次都会和她沟通 讲道理 让火爆的她突然遇到 讲道理的妻子 内心怒火瞬间被浇息 但也因为沟通 她仅仅知道妻子内心的想法 也让他们即使结婚11年了 感情依旧恩爱甜蜜 曾国成闯荡主持界多年 实力受到观众肯定 不妄提携后辈的她 受到不少艺人尊敬 然而近来网络诈骗评传 女星徐凯西在节目 今晚开赞吧谈到 自己不时会收到诈骗简讯 但有次她收到曾国成传的讯息 写书填写问卷 可以免费获得名牌包 她当时心想对方是德高望重的人 应该是有一定权利 便不宜有她填写资料 并转传给十名亲友 而身边的朋友收到后 纷纷提醒你被骗嘛 第一时间 徐凯西还不相信 于是赶紧求证对方 结果曾国成尴尬回复说 好像被骗了 让徐凯西哭笑不得 直呼两个人都被骗了 让现场来宾全笑翻 细数曾国成入行20年 堪称星图顺遂 演艺事业除了曾经受到 绯闻事件短暂的影响外 这些年来 手中的工作几乎没有停顿过 因此也帮自己累积了 可观的身价 以去年的艺人 报税排行榜为例 她以5400万元的高收入 排名第四 仅次于天王级的胡瓜 吴宗宪 还有她的好搭档徐乃琳 不过 为什么演艺圈很多人都喜欢 用小气来形容曾国成 她自称 小气会变成我的形容词 但是要从创业失败说起 曾国成说 28岁那年 她和朋友合伙开传播公司 两年赔了600万元 朋友股仓一年多 受不了金钱压力 把公司负责人转给了曾国成 第一次当老板的曾国成 为了不让用自己名字 开出去的支票跳票 一整年都在忙着总监 主持工作的收入 是左手进右手出 每月留5万元给家人当生活费 其余的钱都拿去还债 那时候的生活压力 让我又回到最痛恨的生活状态 没有钱 曾国成说 为了还债 曾国成收敛过去的海派消费习惯和生活态度 虽有好长一段时间 别人搭她的便车跑通告 要分摊油钱 又向现场的便当吃不完 她收入的时候都打包回去 从此小气就成了别人 嘲弄她的形容词 曾国成说 只要确定你的人生方向是对的 不用唱太多高调 努力去做就对了 好好把自己事情做好 你就等着发光发热 因为没有人眼睛是瞎的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在什么时候的表现 被谁看到 而那个人或许 就是你之后的贵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